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玩具人玩具 我是你們的落跑員工 16 最前包的第二次衝擊 來襲 今天玩具人玩具要來玩的是 Bandai Spirits 集結究極造型設計與可動性 金屬質感的擺不到系列 MetaBuild EVA02 浮雲戰士二號機 身為在年初引發轟動的 MetaBuild 浮雲戰士初號機 續作 一樣在預購時就達到近萬的價格 反映了二號機不亞於初號機的高人氣 不愧是第一台為實戰而生 明日香口中真正的EVA 那我們就先從盒裝看起 延續了以往的MetaBuild包裝設計 正面二號機的本體 一樣由三下育人設計 鋼鐵肌肉巨人的姿態一覽無遺 比起動畫中的二號機 MetaBuild 關節處外露金屬構造 黑色的原創部分機構 增添了金屬質感 從背後的商品圖也不難發現 比起原作中由肉體構成的人造人 MetaBuild EVA更接近兵器的形象 盒裝用新紅色的打底 配上浮雲戰士的線條感 一樣讓人感到舒服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內容 讓我們一起拆盒驗證吧 GOOL GOOL 音樂 先從本體的部分看起 跟之前有所爭議偏窄的初號機頭雕不同 這次的二號機不管是側面、正面 細節的分色處理相當優秀 頭部的份量比起初號機強烈了一點 這部分當然跟原作的機體設定造型有關 但是我自己對於二號機的頭雕相當滿意 頭部有不需替換零件的展開機構 可以打開G素裝甲 露出真正的兩對眼睛 進入覺醒形態 巧妙利用脖子的可動設計 不用替換零件的開合相當舒服 再來一眼能看出差異的就是胸前的設計 延續動畫的設定 厚實的胸前裝甲與初號機 胸部露出金屬的雙層結構不同 讓初號機跟二號機有了明顯的體態差異 其他手臂、關節這一點與初號機如出一側 除了塗裝沒有較大的變化 可動方面 手臂的可動靠著肩胛骨關節 幾乎是可以實現所有的動作 但在大範圍的平舉時 必須小心肩胛的脫落 在把玩的時候請務必小心 腳部的四個可動關節 搭配高度貼合的可動設計 可動範圍極高 金屬膝蓋手感優異 在把玩可動時的合金感 也展現了MetaBuild尊絕不凡的價值 肌肉運動般的視覺效果 這點在初號機滿分的設計 也一樣在二號機上重現 背脊的深化機械感當然也是亮點 搭配二號機新紅的配色 背脊從鐵灰變成了銅色的金屬感 這種黃銅色搭配紅底 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點 鋼鐵人的味道 但背面配色呈現出來的感受 我自己覺得比初號機更為優秀 配件部分 沿用和初號機相同的無足可換手 可以分別搭配不同的武器 電磁步槍 Thunder Spear 高震動力子刀 拆刃式高震動力子刀 刺針發射機構 先從電磁步槍的部分看起 採用了和初號機同款的步槍有點可惜 彈匣一樣能自由拆裝 但並沒有附上榴彈以及刺刀的變化組合 Thunder Spear 由三下育人重新設計的Thunder Spear 增添了不少精密細節 金屬色塗裝轉軸搭配刺刀 電池上高壓電注意的小字 是我最喜歡的細節 跟彈匣一樣可以自由拆裝 而最棒的地方是重現了折疊機構 刺針跟槍托可以收合 從9公分到超過15公分的長度 強烈的存在感非常過癮 高震動力子刀 造型與初號機攜帶的不同 但一樣能收納於刀鞘之中 刺針發射機構 出自舊具長版第25話AIR的武裝 為了重現刺針的攻擊感 尖端略為刺手 大家把玩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整體造型配合METABILL風格重新設計 可自由在肩部腿部的武器支架追加 側邊有正六角形的蜂巢設計 造型十分亮眼 最後是拆刃式高震動力子刀 外觀造型仿佛美工刀的高震動力子刀 對我來說是二號機最經典的武器 從二號機出登場時就有強烈的存在感 拿著美工刀造型武器的二號機 搭配著明日香 像是不良少年般亂來的姿態 讓小時候的我印象深刻 可惜的地方原本以為是 刀片能從刀柄推出的可動機關設計 結果卻是同時附贈了收納狀態 以及出刀狀態 兩種配件 不過在細節刻畫上倒是沒有問題 刀片一節節的細節呈現滿分 雖是小武器卻有驚人的存在感 最後就是台座展示架 整體設計與初號機相同 旁邊的三角處可放置武器 裝手拘束以及旗帶電纜 都與MB初號機的設計相同 大家有興趣可以搭配之前的影片觀看 最後的外掛裝甲部分 肩部腿部的懸掛支架 可以把武裝全部安裝在本體上 與初號機的差別在於小腿以及腳踝 這次的二號機並沒有裝甲配件 反倒是在頭部的兩側 新增了充滿視覺效果的頭部裝甲 讓全裝甲化的二號機 由著與初號機截然不同的風格 搭配在一起相信很多人一定覺得 這個2019年就值得了吧 總結 雖然開頭戲稱是買不到系列 但在價格上 似乎也許 maybe好像是沒有一開始 MV初號機那麼驚人的 當然包含了之後再犯 跟這是第二款的因素 不過購買難度還是存在 商品11月發貨 有預購大家應該陸續收到把玩過了 滿好奇大家對這系列METABILLE福音戰士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在造型力 以及可動合金材質上的表現不懈可擊 不過永遠令人在意的還是價格 預購近萬的價格到底是真香 還是微妙 目前續作已經發布 是兩隻夜間戰鬥配色的版本 還搭載了新的武器 某種程度上也是讓還沒入手觀望的玩家 還有購入兩隻經典EVA的機會 不過令人好奇的還是 難道METABILLE就止步在兩架EVA嗎 或是在一片好評之中 零號季也會跟著登場呢 總之大家有什麼想法都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討論吧 那我是十六 訂閱玩具人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 買不到系列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初號機跟二號機讓我選的話